玉璃镇东风里平顶部落清晨5点多发生了一起火警 民众发现之后是通知了屋主 消防队前往现场在最短的时间内灭火 所幸无人伤亡 铁皮屋浓浓白烟串起 消防人员急忙将火势湮灭 由于是铁皮屋慢烧严重 还好消防人员火速前往将火势控制以及扑灭 这是玉璃东风里平顶部落清晨5点多发生的一起火警 民众发现立刻通知屋主 在最短的时间内灭火 所幸无人伤亡 玉璃镇长龚文俊以及东风里长周富美 也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关心 由于屋主发生火灾时不在铁皮屋内 接到消息才跑来 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屋主表示没有再使用电器 至于火灾的发生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